人生無常 永遠猜不透是明天先到 還是意外先來 我是蔡平鴻 你喜歡去KTV唱歌嗎 如果你常去的話 我建議要養成事先觀察 火災逃生動向的習慣 隨時讓自己有幽幻意識 我們今天這則故事內容 是在消防法規和防火意識 都還很薄弱的1990年代 當時發生了三大KTV火警 而每一件當然都死傷慘重 其中在西門町漢口街的快樂送KTV 1995年4月22號 一把無情的惡火燒死了13條的人命 2點5分左右 當大家還在睡夢中時 位於台北市漢口街二段 51號的三樓到五樓的快樂送KTV一樓 突然起火燃燒 當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我們發現在側面那個巷子 它已經一樓出口 有非常強烈的一個火在燃燒 然後正面已經有黑色濃煙冒出了 火速非常猛烈 一時時間是不能強行進入的 所以我們的人也有從二樓架這個雙截梯 然後有這個三樓用掛梯 然後銀梯就在正面升空 後側還有一個安全梯 我們也盡量從那個安全梯往上去做一個突破 54輛消防車和200多名消防隊員 全都擠在狹窄的漢口街 卻英雄無用武之地 沒辦法全部投入搶救 而火牆指揮官 只能一波一波的派遣人員 進入燃燒的KTV內搶救 而時間是一分一秒的過去 陸續救出了38名奄奄一息的民眾 而大火焚燒了一個小時之後 終於被有效控制 但是尚未被救出的民眾還有13人 他們大部分的年齡都在20歲以下 有些是來KTV打工 有些則是深夜來歡唱的青少年 而火事得到控制之後 警銷深入火場 期盼還有一幅的生機 但眼前的景象卻讓人很痠 他們在三樓跟五樓的地板 發現了這些逃生不及的青少年 甚至有人還被困在電梯內 被燒成了礁石 這13人全部葬身猶福 要坐電梯 從五樓到一樓去救火 那不幸困在電梯裡面 那也有人是說 他可能是知道一樓樓梯間起火 然後煙他從樓梯間這樣子跑上來 然後他要在樓梯間滅火的時候 因為龍內的黑煙一直往後逼 往後逼 往後逼 那他就往後退 然後不小心退入電梯間 13名青年與命令人遺憾 但火雕人員觀察之後發現 大部分的罹難者都是被嗆死的 只有被困在電梯中的民眾 被燒成了礁石 而起火點 似乎就在電梯和樓梯口的周遭 是因為電線老舊而走火嗎 不等監視人員調查完 警方已經率先掌握了起火的原因 而這一切竟然是人為縱火 而且縱火的嫌犯 甚至還向當時的服務生放出了犯罪預告 你們趕快把火放火燒快樂送 然後他從三樓到一樓之後 過沒多久 全部的煙一直往樓梯口衝上來 在當年監視器還不發達的年代 警方要尋線抓人 可得費一番功夫 快樂送KTV發生大火之後 來到了第三天 仍然沒有嫌犯的蹤跡 就當警方一籌莫展時 縱火嫌犯竟然現身刑事局主動投案 警方詢問後嚇到了 因為眼前的這名代姓嫌犯 竟然只是一名年僅17歲的少年 你可以告訴我們這兩件事 什麼東西在哪裡 代姓少年全身發抖 不安的神情全寫在臉上 像這樣似懂非懂年紀的少年 怎麼會狠下心來犯下這樣的滔天大罪呢 17歲的代姓少年是嘉義縣東石鄉人 郭聰畢業之後就到台北謀生 先前都在台北縣的三重賣檳榔 而當天他和無名朋友到快樂送唱歌 交代了這個趴車服務生看管他的機車 沒有想到在離開的時候 卻發現機車的化油器被偷了 他氣得上樓質問服務生 但所有的人都說不知情 而當時已經喝了6罐啤酒的他 情緒是相當的激動 他嗆聲要放火泄憤 而沒過幾分鐘之後 他真的取出了機車內的汽油 點火之後就扔向快樂送的電梯口 而代姓少年衝動行事 他沒有想到這一燒會是死三條的人命 而當時KTV入口在二樓 包廂則是三到五樓 起火後火勢是立刻沿著樓梯口和通道向上燃燒 而由於當年的建材幾乎都沒有具備防火功能 再加上大樓的外牆又被巨大的廣告部給包覆 成了火勢燃燒的幫兇 上百度的高溫烈焰 這人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熱氣給嗆昏過去 縱火可以講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惡性犯罪 那通常非常恐恥的就是說 縱火者他本身他的縱火動機 大部分都不是要傷臉或住人離死 代姓少年控制不住情緒 酒後加上怒火 遭致了難以挽回的後果 而承受不住良心譴責的他回到了嘉義老鄉 向父母坦承了這一切 而父親思考許久 最終給了他兩條路 要就自首 不然就自殺謝罪 那種人每天都靠在那裡 其實他們爸爸和媽媽都很爛爛 說這樣一群人 受死那些人的靈魘 其實也是很爛爛 爛爛就沒辦法 他就沒人說過的人了 代姓少年知道闖下大禍之後 返回嘉義老家 父親看他神色異常 不斷地追問 他才全盤說出 以打魚為業的父親 於是勸他出面治首 代姓少年的父親表示 因為他兒子的行為 造成這麼多人死傷 他感到非常的慚愧 他在嘉義只有一間40瓶大的房子 準備要賣掉賠給罹難者家屬 在刑事局征訊完畢後 台北市萬華分局也借提代姓少年 希望找出當天和他同行的朋友 之後代姓少年將被移送到少年法庭 由少年法庭折其審理 代姓少年的縱火動機其實非常單純 就只是因為不滿服務生 沒有看管好他的機車 這一把火卻燒死了13條的人命 但警方也同時懷疑 代姓少年所說的或許不全然是事實 無名同伴是不是共犯 當下知情嗎 這全都是調查重點 那雖然代姓少年公稱 縱火前就讓朋友先行離開了 所以他們不知情 一切都是他個人所為 但另外一名道案的青少年卻告訴警方 其實縱火的一切他們都知情 代姓少年在自首的時候公稱 他在縱火之前已經叫他的五名同伴先行離開 所以縱火案是他一人所為 但是另外一位道案的馬姓少年告訴警方 他們是在小代點火之後 六個人騎著三部機車一起逃離現場 後來由於事態嚴重 他們六個人和家長共同商議 由小代一個人出面扛下所有的責任 在自首之前曾經和其他的五個人串供 決定由他一個人承擔 李姓少年則公稱 由於事情是因為戴姓少年的機車化油器所引起 縱火也是由戴姓少年所提議 其他五個人甚至曾經勸過戴姓少年 不要縱火 因此才將所有的責任推給戴姓少年 台灣的司法單位表示 即使戴姓少年點火的時候 其他五個人都在現場 但是並不能夠以共犯論處 十五年過去了 犯下縱火汗的戴姓少年呢 兩次減刑之後再多年前出獄 他回到了老家東石鄉 養科打林宮 而當時的女友對他不離不棄 不過旁人的反對堅持嫁給戴姓少年 還生了三個孩子 一家人是物質生活過得很是辛苦 你說他後悔嗎 他當然後悔 後悔當年的衝動無知 而出獄後 戴姓少年坦然面對故鄉的一樣眼光 決定重新開始 然而包括他的父母 兄弟對他始終是無法諒解 爸爸媽媽都不能用戴姓 都覺得回來的資本 都讓他自己在這裡 都不在戴姓少年 鄉的人都對業種不好 就說你這樣 大家都覺得比較不接受 他說你這樣心肝 疼殘 一手去讓他消失了一個人 當年年少輕狂的少年 因為一時激動而丟直的一把火 帶來的是燒毀十三條人命 以及十四個家庭破碎的慘痛後果 即便能夠回到從小長大的純樸於孫 重新開始 但這一生他或許都只能在家人 以及同鄉異樣的眼光 還有永無止境的內疚中苟活下去 而這也是他得償還一輩子的罪孽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惡魔 如何用理智戰勝他 而不是讓情緒被吞噬 是所有人一生中的課題 當你內心有恐怖的想法 試著再想像 或找個信任的人訴苦 一個簡單的小動作 也許就不會讓你活在後悔當中 而以上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歡迎有想法的觀眾們留言討論 我是蔡炳宏 我們下次見 肯定 allowing您可以用來分享